中国两万吨军舰出口交货 泰国海军司令亲自接舰 可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性价比高 交付的是一艘排水量达到两万吨的大型两栖登陆舰 泰国皇家海军司令在接舰仪式上说了 泰国从咱们中国引进这类的大型作战舰制 不仅仅是有利于中泰友谊 而且有助于泰国军事力量的提升 并且咱们中国这种装备性价比非常的高 泰国这回引进的这艘两栖登陆舰 不仅仅是泰国皇家海军最大的军舰 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一艘军舰 而泰国海军之所以选择咱们中国的军舰 来作为他们的主力装备型号 可不仅仅是因为这位泰国皇家海军司令所说的那样性价比高 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些情况 值得说到说到咱们这简单说一些 第一个叫性能出送 既然说到了性价比吧 第一个赞就是性能 泰国引进的这艘军舰 在咱们中国海军其实也是大规模的在装备使用 这些年咱们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的发展 技术性能不断的提升 大家眼见着很多武器装备的性能都跟美国差不多了 所以很多国家想引进咱们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时候 经常想了解一下看一看解放军自己有没有装备这种型号 如果装备了那肯定就没问题 如果是大规模装备就更说明这种武器装备的性能非常出色了 泰国军队其实他们选择武器装备的标准是挺高的 你看他现在装备的战斗机有瑞典的英尸 那可是欧洲的著名的第四代战斗机 泰国皇家海军还装备有航母是从西班牙引进的 所以泰国军队他们的挑选武器装备的眼光其实挺高 对性能标准要求也是挺严的 正是因为咱们解放军现在的武器装备性能非常的出色 才选择咱们 这是一个叫性能出色 第二个叫价格合理 同手无期 你看美国人卖军火一般只知道赚钱 而且还得要带上各种各样的附加条件 有的时候你花了钱从美国那买个军火 自己能不能用 什么时候用 怎么用 还得要报情美国人的批准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苛刻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另外你像美国的F35 自己美军采购的价格是8000万美元一架 但是卖到其他国家1.5亿美元起 甚至还要更多 美军装备的死神无人机 自己装备一架四五千万美元 卖到国外那就得1亿美元 就这个价格 其他国家还得求着它 而咱们中国的武器装备出口呢 你说这回两栖登陆戒 那是中国和美国两家竞兵 美国人的报价都可以购买 咱们这样四艘舰支了 而作战性能呢 中美两国的这种两栖作战舰支 其实旗鼓相当 所以你说泰国人会选择哪个 一艘舰的价格都赶得上咱们四艘舰的价格 当然会选择咱们了 这叫性价比突出嘛 第三个叫咱们中国的高端武器装备的出口 形势越来越看好 以前咱们中国武器装备的出口 给很多国家留一个印象 就是高端武器不多 以量大便宜为主 比如说像以前大量出口 中东地区的五九式六九式坦克 还有出口到非洲的或者南亚地区的K8舰连机 千六千七的战斗机 相对来说 它的性能比美国西方的出口武器型号 还是有点不如的 而现在呢 看看咱们出口的这些武器装备 比如说无人机吧 和美国的死神无人机都有的一拼 而且咱们现在开始出口 像VT-4主战坦克 直接对标的是德国的鲍尔主战坦克 还有美国人都不敢出口的 像大型相控证区域防空的导弹驱逐舰 咱们052DL都已经开始展示准备出口了 另外比美国海马斯火箭炮还要强大的多管远程火箭炮 都已经出口到很多国家和地区了 现在不少国家不仅仅是引进咱们中国一件两件武器型号的事 而是成体系的全面引进 陆海空全面装备 这个在世界上已经得了一个名词叫中谢军 按泰国军方所说 这回引进咱们中国的这种两万吨的两栖作战舰制 接下来还要继续引进 数量要达到四艘之多 由此可见 咱们现在中国的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上 那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 抖音 撮影 准备 那边 合 准备 感谢观看